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经发行就火遍全网成为了年度当红热歌 这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 带给你爱情中需要的勇气 第一年 风靡整个亚洲的偶像剧《流星花园》 光速带哄了中国台湾偶像团体F4 他们所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流星雨》 至今仍被追捧 2002年李盛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红遍大街小巷 这是一首描写单恋心情的歌曲 旋律优美 歌词直接人心 透过李盛杰深情的演绎 绝对让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人们 深有感触 周传雄演唱的《黄昏》 虽然2000年发行了 但在2003年成为了年度冠军歌曲 这是一首属于男人的悲伤情歌 男人分手必听歌曲之一 歌曲有结强的代入感 《刺心裂肺》的演唱让人动容 2004年网络歌曲开始盛行 网红歌曲与传统唱片之间交相辉映 华语乐坛开始出现万花齐放的盛行 林俊杰一一首原创作品《江南窜红》 击败了爆红网络的神曲《老鼠爱大米》 相信那一天 你过永远 在热一扎那冬结了时间 你哭着对我说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2005年最具年度代表性的歌曲 一定是光亮演唱的童话 歌曲在当年有多火不言而喻 相信是很多的小伙伴曾经在KTV都点过这首歌 2006年最火的歌曲要数张绍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 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 歌曲后来被改编成北京高考作文题目 张绍涵是第一个歌曲名被用于出高考题目的歌手 2007年情人节 一部爱情呼叫转移的电影上映《风头披靡》 还带火了电影主题曲《爱情转移》 陈奕迅用她那特别的声音 讲述了一个没有哀怨 没有愤怒 平静伤感的故事 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那年最重要的盛世要数北京奥运会 几乎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奥运会主题歌 《北京欢迎你》 百味巨星倾情献唱 2009年先进旗下转3插曲《偏爱》 火遍大街小巷 网络上的搜索视听量高达上一次 当之无愧的年度金曲 时隔多年就是满满的回忆沙呀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